哪一个字呢 我们今天讲这个灾字 就是在文言文当中经常见到的 知乎者也已焉灾 灾字是在文言文当中常用的一个字 也是一个很不好写的字 这个字相对的说笔画多一点 而且这个灾字呢 它在古碑帖当中 常常有它一种独立的写法 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个规范字 这个灾字有些不同的写法 我们呢在这个讲座当中呢 一方面要向大家介绍 这个字它的规范字应该怎么写 当然我们指的是规范字 是指的繁体字的规范字 好在这个灾字呢 也没有简化字 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 以繁体字为准 除了在讲繁体字的规范字写法之外 我们还要向大家介绍到一些悲帖的 古代书法家们一些常用的一种写法 也介绍给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写这个灾字呢 尽管在古悲帖当中很少见到这么写 但是我们仍然要尊重这个字的规范写法 先把凯书这个灾字介绍给大家 下面大家看一看这个灾字 它就规范写法 它就规范你自己的写法 这是这个灾字的写法 这个灾字呢 这个灾字呢 无一的主笔是最后这个隔钩 我们把这个隔钩单写一遍 让大家再看一下 洗笔 收笔 这是这个隔钩这一笔的这个写法 两边呢 是稍稍粗的 中间呢 是稍稍细的 这是那个腰部 应该细一点 但是在腰部这当中 必须挺拔 有力量 支撑得住 别看它细 它就有力量 有弹力 就像这猪肝一样 虽然是撅弯了 但是你看它非常有弹力 不能够因为它细 它就折了 就不行 所以另外粗细也有个度 中间虽然需要细一点 但是仍然需要有一个 适当的一个度 再看一遍 这肯定中间是细了一点 这是齐笔 再看一下齐笔 齐笔的笔是 这笔是这样的 看 是稍稍有点坡度 看 是这样 不能够坡度太大 写成这样的坡度就不行 这坡度太大了 需要稍稍有点坡度 再看一遍 坡度 到下边 到下面快起笔之前 是往下拉一下 拉成这个效果 先把这两半程 在这个基础之上往上调 调笔 这笔难度相当的大 大家注意 在书法当中 特别在凯书当中 这笔的难度非常大 要加强练习 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挑着钩了之后 才有一个内缘 外方的效果 我们行笔也不能太慢 太慢之后 因为是宣指 就阴湿 是阴湿之后 这个角落就不明显 归角各个方面 都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相对的慢一点 给大家看 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的 我们再把这个栽子 整体写一遍 给大家看 大家注意 就是在栽子的 最后写着 这个沟的时候 一定要偏斜 要斜一点 这前边 到这笔的时候 要斜势一点 而且也要长一点 欧阳群写这点的时候 有时候写一小短片 用一打点来写 我们于是呢 就在这当中 顺便的谈谈这个成字 成功的这个成字 欧阳群一开始写 九成功李全民这个成字 大家也要注意 大家也要注意写好这个字 先注意笔顺 片 横 转折 然后写这一笔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往下一滴 他这样起来 他写这笔呢 有时候这样一小短片 甚至打点 打了一下 啪 就是轻轻那么一下 啪 这样一下 但是这个度也很难掌握 我们 归还正题 还说这个栽字 这个栽字啊 古碑帖当中 常见的楷书是这样写 然后这笔在这过来 调一钩 注意 没有这一片 在这直接写点 这是古碑帖当中 常见的一种写法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因为这个拐弯的时候 在这拐了一笔 就代表了那一笔 不能在这再加一笔 再加一笔 这个字就错了 所以我们说 左边写这个口 右边可以加一笔 左边一单写成这样一个拐弯形的 这笔就不可再加了 我们再写一下 国碑帖常见的这个字的写法 加一笔就错 千万这地方不加笔 我们见到很多作品当中 这个地方加笔 这就在写什么没有意义了 因为这个加了笔就是错了 所以大家再注意看 在写这个字的时候 一定要把左边 写得很丰满 右边就故意的敞开一个空档 表现这个字的特点 然后这地方点点 是这样 从这种古碑帖的 楷书这种写法 引申到他的新书写法 大家看看古碑帖当中 所见到的这个栽子 几乎是 所有的古碑帖都这样写 这新书的栽子 是这样的 再看一遍 而且有的时候 这一笔 根本何止右边不挨着 就空心的 出现这种写法 这笔 上面没有横 下面没有平 就直接了当 这样过来 所以在古碑帖当中 见到一不少 就这样 至于说这一笔过来 挑到什么程度 并不重要 不要以为 这一笔是必须的 这样连过来 或者是必须的断开 这都是自然形成 无所谓 我们再写下 这个新书的栽子 大家看一看 注意一定要斜式的这笔 这笔一定要斜式 这个说挑不挑勾 勾挑多大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并不重要 是这样 这笔一定要有力量 这笔一定要有力量 在你楷书当中 这笔写好了 那么新书的 写新书说 一定会有力量 就怕你楷书基础 过得不牢 写到这笔 就容易塌陷了 这笔要有挺进 这是新书的栽 草树的栽字呢 如果没对草树研究 恐怕你就看不出来 草树的栽字 这个字 在认读上 你会遇到困难 是这样 再查一遍 是这一笔写完之后 过来 这样通过来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样写 下边的处理啊 有许多不同的处理 有的人就是这样处理 过来之后啊 然后一二转过来 在这 也有的书家呢 写这笔说呢 在这边还点个点 这都无所谓 点不点点 都可以 就这样再过来 也可以 所以对这个栽字的写法上 大体上是这么一种 但是在下方 这条处理上 各有不同 但是都不影响 认识草字的人 对他的认读 不影响 我们最后啊 把这三个字 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这就是三种书题 关于栽字的 不同写法 凯书 那么同样 凯书也可以这样写 同样可以这样写 但是务必不要加品 行书呢 这种点话 一定有力量 但行书 很少建有这样写 虽然这样写 不能算错 但是我们说 尽量不这样写 因为古碑帖当中 这样写的很少 草树的栽 或者是这样写 或者是写的时候呢 也可以这样过来之后 在这样 直接这样 或者是在下边写的时候 这笔这样过来 或者是 写这笔之后呢 直接写成这个式样 就等于像个来字似的 上面加了一个土字 所以这个栽字写的时候 大家注意 写好是很漂亮的一个字 在文言门当中 用途非常的宽泛 因此 知乎者也 以焉栽 这几个字 希望大家经常练习 在书法当中 我们处处都能遇到它 对这些字写好了 就可以起到被一反三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